我是入恋师,穿进了满是横死诡异的恐怖游戏 别的玩家疯狂逃命,我则是重操就业 小诡异,我想变成洋娃娃 我,让你化妆,没让你许愿 老诡异,我想当一次皇上 我,这 轮到大八块腹肌的大boss 当我掀开他的面具 误曹,丑到我了 他却红着脸咬牙切齿 还不都是你害的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是个入恋师,最近生意不错 已经连轴转了三天 正准备帮一名见义勇为的少年英雄 整理一容时,忽然眼前一黑 在睁眼,我发现自己站在路灯下 周围散落着十几个陌生人 欢迎二十位玩家光临心跳乐园 存活三夜即可过关 心跳之夜将于五分钟后开始 特别提醒,心跳过快 可能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哦 恶意满满的提示音结束后,人群炸了 一个女生直接哭了起来 呜呜,我正复习呢 明天考不过就要挂科了 他身边的大姐不满道 哭什么,我耽误了一个亿的大胆都没哭 烦死了,谁是负责人 别躲着,滚出来 随着大姐的动作,我才注意到 路灯外竟是不断翻涌的黑雾 忽然,一个光头壮汉挤了出来 被这种恶作剧吓到,都是耸货 起开,我先出去 眼看他即将走进浓雾 人群中响起一个悠悠的声音 劝你不要出去,会死 话音刚落,直播间弹幕翻滚 我去,竟然是宣神 这个副本他冲几次了 Top级玩家能重生九次 这是第九次 这次也没戏 那个大boss太可怕了 根本就是秒杀 光头愣了一下 停在了黑雾边 这名叫黎轩的老玩家继续解释道 这里是恐怖世界 全都是横死的诡异 如果心跳加速 会变成诡异的目标 而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守规矩 踏入黑雾 必死无疑 你特么吓唬谁呢 装神弄鬼 我偏要 光头大吼一声 却没敢抬腿 而是抓住我的胳膊 将我甩进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雾中 弹幕疯狂滚动 你推别人小姐姐干什么 畜生 完了 他死定了 呜呜 可怜的小姐姐 还没开始就凉了 光头力量极大 我直接飞出去 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冰冷 坚硬 一块一块的 等视觉恢复 我才发现 面前站着一个人 而我的手 正捏在他的腹肌上 整整齐齐八块 手感棒极了 松手 头顶传来音森的声音 抬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 是张纯黑色的面具 弹幕炸了 误曹 是面具男 开局欲大boss 小姐姐这运气 也没谁了 开席了 我要坐小孩那桌 我不知道弹幕在说什么 只是觉得 手感有些熟悉 碎又捏了几下 无数触手骤然出现 向我涌来 你想死吗 我好像在哪见过 触手一停 面具男似乎有些慌张 转身想跑 你等一下 让我想想 我伸手去抓 人没留下 但扯掉了一个 长长的东西 凑近一看 是条皮带 弹幕愣住了 我没看错吧 boss丢下一条皮带跑了 他为什么不杀人啊 这小姐姐 什么来路 要是再晚一会儿 boss怕不是 连内裤都得留下 哈哈 一想到boss提着裤子 跑路我就想笑 我看着皮带 一阵无语 跑什么 我又吃不了你 就在这时 游戏开始 黑雾瞬间消散 原来这里是一片乱藏岗 有不少巨大的坟包 玩家们挤在一起 不知道该往哪去 黎轩提醒大家 赶紧找个坟包躲起来 等天亮就好了 坟包里有什么呀 可能有诡异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看运气 不过 总比在外面强 大家一哄而散 我也兴兴地收起皮带 既然大佬都说了 我也躲一下吧 不过最近的坟包都被占了 我只好往外走 好容易找到了一个 开着门的坟包 弹幕一片蜡烛 说他运气不好吧 能从大boss手里逃脱 说运气好吧 上来就选了个S级坟包 来了 来了 新人杀手紫涵来了 小姐姐 记 别说新人 老玩家solo也得跪 她的招式太惊悚了 似我迈步走了进去 里面有些昏暗 看不到任何身影 就当我准备关门时 一个人挤了进来 哟 运气这么好 竟然没有诡异 我一看 是光头 这里有人了 请你出去 别这样嘛 两个人也有个照应不适 嘿嘿 别怕 哥会保护你的 我知道自己争不过他 那我出去 没等我说完 房门自己关上了 怎么都拧不开 嘿嘿 看来咱俩在一起是天意 哥刚才和你闹着玩呢 他越凑越近 口臭几乎喷到了我脸上 小妹妹 平时在哪发财啊 我是入恋师 那是什么玩意 哥可是有钱 我是给死人化妆的 啊 光头立刻后退两步 低声骂道 真他们晦气 你去看看吧 死人嘴里都比你好闻 你 可能是想到了什么 壮汉拍着胸口 我 我不和女人一般见识 房间里有两个凳子 坐下后 壮汉忽然开始放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 弹幕笑翻了 小姐姐好棒 两句话就把这个畜生吓住了 耸祸 还有脸说保护小姐姐 好日子也就不了你 哈哈 好戏开始了 子涵来了 角落里出现一身红衣的小鬼异 他低着头 一步步向光头走去 来到镜前 小鬼异忽然倒旋身体 几乎和光头脸贴脸 奇怪的是 光头看不见 甚至还扭头胸我 你看什么 晦气东西 我摆摆手 没事 少他妈来这一套 老子胆子大得很 什么东西都 啊 光头突然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随着他伸手分离 惨叫声戛然而止 嘻嘻 好玩 好玩 小鬼异高兴的直拍手 然后走到我面前 顾忌重施 道旋在我眼前 猙獰的脸上满是血般 他睁大眼睛 鲜血顺着蹊跷不断低落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过了好一会儿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眼睛干不干 哎呀 小鬼异惊呼一声 跌落在地上 愤怒地指着自己的脸 你为什么不害怕 我有些不解 为什么要害怕 这不是很常见吗 小鬼异蹲到角落开始画圈 呵呵 为什么要害怕 这不是很常见吗 弹幕蒙了 刚来 谁欺负我家子涵了 这小姐姐 是不是瞎子啊 他心跳但凡加速一点 现在都应该是死人了 难道小姐姐没骗人 他真是入恋式 我去 子涵捡到鬼了 看着小鬼异委屈巴巴的样子 我也很尴尬 小妹妹 你吃饼干吗 不吃 饮料呢 AB盖奶 不喝 呃 那你还杀我吗 杀 小鬼异气呼呼地一转身 马上又蹲了下去 你心跳比我还慢 我怎么杀 哼 知道他杀不了我 我也就放心了 拿出随身工具 开始琢磨今天没干完的活 那个少年是个英雄 这个活我一定要干得漂漂亮亮 只可惜 现在没有练手的道具 好无聊啊 好无聊 小鬼异叨叨叨着飘来飘去 突然停在我身边 姐姐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给人化妆 不对 给死人化妆 说着 我忽然一愣 扭头看向小鬼异 你应该是个死人 没错吧 你要干嘛 小鬼异在我怀中挣扎起来 抓鬼了 抓鬼了 我不要化妆 救命 他扭来扭去 丝毫不配合 我只能说话吸引他注意 你叫什么名字 子涵 哼 我不和坏人说话 子涵 你妈妈一定对你很好 子涵不扭了 一脸好奇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我妈妈 我赶紧拿纸巾给他擦血痕 叫子涵的都一样 我就认识好几个子涵 要不要听听他们的故事 不过 你得做好 子涵立刻坐直身体 做好了 你说吧 可能是恐怖游戏的缘故 我发挥的异常完美 猙獰的子涵 变成了一个嫩白可爱的洋娃娃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 眼睛一亮 立刻又暗淡下来 我不喜欢这个妆 擦了吧 看到子涵的装扮 弹幕感叹开了 小姐姐这一手厉害啊 退一万步讲 子涵就不能是我女儿吗 你退的太多了 不过 我也想要个子涵这么漂亮的女儿 嘻嘻 既然这么漂亮 她为啥要擦呢 你这人怎么没有同理心呢 明显是看到自己本来样貌 想到了过去啊 虽然不清楚子涵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还是答应了她 一边擦 一边忍不住问出了那句 我每天都想问的话 如果能重生 你愿意吗 子涵抿着嘴 挤出了几个字 我现在挺好的 看着子涵故作坚强的表情 我心疼不已 但马上 我发现不对 子涵脸上的妆擦不掉了 怎么擦不掉啊 子涵更是嘴巴一撇哭了起来 我以后怎么见鬼呀 怎么吓人啊 工作也干不成了啦 一听小孩哭 我就脑僵子疼 别哭 别哭 我想想办法 有了 很快 子涵有了复兴面孔 人脸再恐怖 也不如累人的脸恐怖 这个木偶妆 怎么样 子涵照了照镜子 忍不住扎扎嘴 确实 尤其是这两块圆形腮红 我自己看着都可怕 还不止呢 我拿出一个气球 递到他手中 以后再吓人 就拿着气球 或者骑个小自行车 靠近玩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话 弹幕疯了 你是魔鬼吧 让你来过关 不是让你来增加难度的 你人还怪好的咧 我替后来的玩家 谢谢你八倍祖宗 快来个诡异杀了他吧 不然这个副本 更没人能通关了 毕竟是个孩子 听完我的讲解 子涵兴奋地转了好几圈 姐姐 你等我一下 说完 他开门跑了出去 再回来 抱着一大堆菜肴 这都是孙奶奶刚做好的宵夜 快吃吧 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我食指大动 但看着中间那碗红烧肉 又有些迟疑 放心吧 这些都是附近的野味 他替我加了一块 继续解释道 人肉一煮就酸 大家都是生吃的 我苦笑 要是不加后面 这一句就好了 不管如何 孙奶奶手艺真棒 这顿饭我吃得很尽兴 酒足饭饱后 我抱着子涵睡在她的公主床上 姐姐 你能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吗 好啊 我给你讲一个小红帽 不要 太幼稚 我要刺激的 行 我给你讲个鬼吹灯 谁能想到 身处恐怖游戏的我 住在坟包里 抱着小诡异 讲起了鬼吹灯 忙活了一天的我 很快就睡了过去 凌晨三点 怀里的子涵 突然坐了起来 不好 小姐姐 你快跑 我赶紧抱住她 别怕 谁来了 子涵看着门口 连声音都开始哆嗦 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怪物 怀里的子涵 已经抖成了一团 我实在想不出 什么东西能把她吓成这样 把她藏到被子里 我下床走到了门口 刚站定 就感觉到一阵寒意 就像是站在了三九天的太平间 门外传来阴森刺耳的声音 小妹妹 一个人一定很寂寞吧 我来找你玩咯 嘿嘿 你找错了 这里没有小妹妹 门外声音一致 竟然还有玩家活着 有意思 话音未落 铁门居然变成了泥土 一只手 静止钻了进来 紧接着是黑气缠绕的身体 最后进食 五个脑袋 最前面的 正是那个怕挂科的女生 诡异一伸手 黑气如同鱼网般 迅速缠了上来 她冷笑道 你已经活得够久了 去死吧 弹幕蒙了 心生诡异 怨气十足 别说小姐姐 可能连子涵都有危险 这种诡异超级危险 只怕是宣神都扛不住 这一招 连几个老玩家都没扛过去 小姐姐死定了 黑气速度极快 根本躲不开 随着黑气的包裹 我感到一股难以忍受的窒息 就在我即将昏迷的瞬间 一道白光将黑气打散 诡异惨叫一声 跌坐在地上 她大口喘着粗气 似乎受伤比我还严重 弹幕惊呆了 刚才那道白光 你们看到了吗 绝对是护身宝物 开玩笑吧 小姐姐是个新玩家 哪来的护身宝物 我有种预感 小姐姐或许能通关 等一下 诡异要干什么 还没等我喘云气 诡异突然冲到床边 掐住了子涵脖子 别动 等我吸收了它 一定能杀掉你 诡异笑叫起来 不止你 还有这个游戏里的 所有玩家所有诡异 全都会被我杀掉 嘿嘿 我直视着它 淡淡道 这样就没人能认出你了 对吧 诡异一愣 你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从进门开始 我就认出你了 不可能 我杀了你 盛怒之下 诡异的怨气爆散开 纷纷向我涌来 但只要靠近 就会被白光打散 看来它确实伤不到我 我抓住工具箱扑过去 将它逼到墙角 它惧怕白光 拼命挣扎 该死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 子涵 过来帮忙 在子涵的帮助下 我用刀切掉了女生的脑袋 露出了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诡异不再挣扎 缩进了角落 别看我 求你了 别看我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 我能帮助你找回自己 相信我 我小声安慰到 并开始化妆 很快 诡异恢复了本来面目 竟是名长相帅气的少年 他呆呆地看着镜子 满脸不可置信 我 我又回来了 看到少年恢复 子涵也不再害怕 姐姐 他是谁啊 和你一样 是个可怜的孩子 你自己解释吧 少年愣了一下 向我们解释了一切 他是个初中生 在学校一直被几个坏孩子欺负 那天 那群人约他去野外见面 他不敢不去 甚至还带了自己的生活费 想买个平安 没想到 这群丧心病狂的畜生 不仅用刀割烂了他的脸 还将他活埋 恐惧 绝望 充满怨气的他 迷失了自己 只剩下杀戮欲望 我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觉得所有人都该死 对不起 该受惩罚的是那些畜生 不是你 我心疼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勇敢一点 现在有无数人正在为你发声 少年呆住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他们被抓住了吗 抓了 连这家人都被抓了 你放心 他们一定会受惩罚 法律也会被修改 这种事以后会越来越少 少年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太好了 他们被抓 我就不害怕了 我一边收拾工具 一边随口问道 如果有机会重生 你愿意吗 重生 少年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重生到什么时候 当然是出事之前啊 男生琢磨了一下 坚决地摇摇头 不要 如果回到出事前 法律就不会修改 以后这种事还会发生 其实 我在这挺好的 弹幕一阵唏嘘 呜呜呜 我哭死了 小哥哥人好好啊 兄弟们 大家积极转发 让这件事多曝光 不要辜负小哥哥 对 万一就缺我一个呢 之后再也无事发声 我平安睡到天亮 系统提示 马上去外面集合 发布下面的任务 子涵拉着我 姐姐 我知道怎么完成下个任务 你知道 快告诉我 不 告诉你 你就不来找我了 我捏了捏他的鼻子 就这么舍不得我走 哼 才不是 我还想听鬼吹灯呢 他推着我来到门口 咱们说好了 一定要来找我 我帮你完成任务 我被传送回那盏路灯下 昨晚的二十名玩家 只剩下七个人 除我之外 所有人身上都带着伤 连闭幕养神的 黎轩脸上都挂了彩 弹幕傻了 不会吧 连轩神都挂彩了 这才是第一页呀 你们还不知道吧 昨晚轩神先遇到了一个新生诡异 又遇到了大boss 要不是他宝贝多 早就凉了 还有两个晚上 看来没希望了 谁说的 还有小姐姐呢 妾 轩神都够呛 一个新玩家 运气再好 也必死无疑 在等待任务时 黎轩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环视一周 最后走到了我身边 你从哪弄来的 我愣住了 什么从哪弄来的 黎轩盯着我 眯起眼睛 你包里装的东西 你是从哪 没等他说完 系统开始发布任务 恭喜各位玩家 侥幸活过第一页 第二页任务 心愿卡 每个诡异都有张心愿卡 无论用什么方法 得到八张极为过关 温馨提示 心跳过快 诡异可能附身哦 我已经迫不及待 看都未去送死了 嘿嘿 提示音结束 天色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我刚准备走 黎轩闪到了我面前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的东西从哪弄的 包里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带来的 你撒谎 他拔高了音量 我警告你 谁敢拦我 我就杀谁 就算是玩家也一样 这个黎轩好像有病 还没诡异可爱 等我赶到坟包 子涵和少年 已经乖乖在门口 等了半天 一见面 子涵立刻扑了过来 是不是要心愿卡 你出去太危险 我把人带过来 没一会儿 他领了一个 浑身躯黑的诡异 走了过来 姐姐 这就是天天 给我们做饭的孙奶奶 得做多少饭 才能把身体熏成这样啊 孙奶奶放下做好的饭 自我介绍 你应该听说我的故事 我是 原来 他竟是那位 火灾中丧生的老太太 他儿子做了一切能做的 却因为消防栓没水 只能眼睁睁 看着老太太被烧死 我知道您 这件事闹得很大 所有人都在关注 但最终结果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来问结果的 我是想 孙奶奶扭扭捏捏的 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听子涵说 你会化妆 我想恢复原样 哦 这个简单 可 恢复原样 您不就没法吓唬玩家了吗 哈哈 我只管做饭 吓唬玩家的事 不用我管 全身修复 放在现实中 不可能实现 但在这里 似乎不算困难 孙奶奶看着自己 笑得合不拢嘴 真没想到 我还能再见到自己 叮 耳边传来提示音 恭喜玩家完成诡异心愿 获得心愿卡一张 在孙奶奶的介绍下 陆续有诡异前来化妆 直到凌晨一点 我拿到了五张心愿卡 再有三张 任务就算完成了 但孙奶奶认识的诡异 已经介绍完了 子涵自告奋勇 姐姐别急 咱们再出去找找 肯定能完成 可转了一圈 一无所获 离开最后一个坟头时 我发现旁边草丛里有东西 扒开一看 竟是五名玩家的尸体 全都是一刀毕命 弹幕炸了 不用看了 就是宣神干的 这几个玩家的心愿卡 全被他抢走了 没希望了 现在外面已经没有心愿卡了 呜呜 小姐姐这么努力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只剩三张心愿卡 子涵比我还要着急 他想了想 忽然一拍脑门 我怎么把自己忘了 小哥哥 你也是诡异 也有心愿卡的呀 少年全身上下摸了个遍 没有啊 笨蛋 心愿卡 你得有心愿才行 有了 少年手里忽然多出一张卡片 我的心愿 我想知道那几个坏蛋的结果 对不起 这个我真不知道 所有人都在等 子涵还不放弃 还有我 还有我 我的心愿是想见到妈妈 我赶紧抱住她 不要说了 你的心愿我也办不到 姐姐 你看这个 子涵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 上面是她和妈妈的合影 你可以给自己化妆啊 我相信你 我还是第一次给自己化妆 虽然别扭 但还是迅速完成 好了 子涵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只一眼 子涵就红了眼睛 她没有直接扑过来 而是怯怯的喊了一声 妈 乖女儿 妈妈 我好想你 她钻进我怀里 抽气着 诉说着这些年的经历 我这才发现 子涵的事 我也听说过 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所有人都逼着妈妈 再生个男孩 因为担心子涵被冷落 妈妈坚决不同意 出事那天早上 趁妈妈出门买菜 爸爸和奶奶偷偷打开门 放子涵自己跑了出去 果不其然 子涵出了车祸 子涵在我怀里尽情撒娇 直到得到心愿卡的提示音响起 她才恋恋不舍地起身 好了 姐姐 你可以擦掉了 没事 就让妈妈多陪你一会儿吧 子涵摆摆手 不用了 我现在挺好的 见到妈妈 我会难受 我幡然醒悟 一个孩子 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下 怎么可能不想妈妈 但她也知道 若是见到妈妈 肯定会难受 所以 都是为了我 她才 好 什么时候想妈妈了 姐姐在化妆 我这边刚拿起卸妆油 就听到身后响起一个阴森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杀她 随即 一个身影闪到我眼前 身后 环绕着无数条触手 既然你们不动手 那就由我来吧 子涵想难 但来不及 触手根根竖起 像针一样 向我刺来 弹幕炸了 雾曹 面具男什么时候出现的 她今天晚上杀疯了 刚把轩神干趴下 看来 今晚将无人生还 呜呜 我不想小姐姐死 谁能救救她呀 我吓得闭上了眼 但 什么都没有发生 睁开眼 才发现 那些触手 全都被白光挡住了 面具男似乎有些恼怒 身上的触手 都跟着疯狂颤抖 这东西哪来的 你 青年在哪里 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彻底懵了 你认识我 啊 我见过手足无措 但没见过 一万只触手一起 手足无措 你是青年 是啊 我帮子涵完成心愿 画成了现在的样子 啊 那什么 你们继续 我不打扰了 等一下 我冲上去抓住她 上次见你就觉得熟悉 你还知道我的名字 你到底是谁 我是Boss 知道每个玩家的名字 很合理呀 我哪管那些 伸手就去抓她的面具 面具男想推开我 又不敢用力 只能不住向后退 这位玩家 请你自重 不要动手动脚 啊 面具男脚不一致 一把刀 穿透她的胸膛 带血的刀尖 堪堪停在我眼前 面具男身后 露出了鼻青脸肿的黎轩 她得意洋洋地拔出刀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不过没关系 剩下的心愿卡 全在我手里 你别想过关 至于她 马上就会死 已经没人 能阻止我通关了 哈哈 说吧 一闪身 整个人不见了 面具男晃了几下 忽然栽倒在地 我这才发现 她身上有不少伤口 估计来之前 已经和黎轩 有过一次大战 不应该呀 这一刀你能挡不住 子涵跑过来 在面具男身上 扒拉了几下 不对 你护身宝物呢 你腰带呢 怪不得我能挡住 少年的攻击 怪不得面具男的出手 对我没用 原来 问题都出在那条腰带上 告诉我 腰带是不是 你故意留给我的 面具男声音变得虚弱 是 我怕你出事 你到底是谁呀 为什么这么傻 我又急又气 你快死了 我怎么才能救你 说话呀 你别吓我呀 可不管我怎么问 面具男都不再回答 子涵拉住我 我想起来了 只要完成他的心愿 就能满血恢复 不过 我从没见过他的心愿卡 果然 他手里并没有心愿卡 也许 在别的地方 复制机 没有 胸大机 没有 公二头机 没有 骨质机 也没有 我几乎摸遍了他的全身 就在我准备脱下他裤子时 耳边传来提示 恭喜玩家完成诡异心愿 获得心愿卡两张 弹幕全屏问号 我很喜欢网友的一句话 啊 什么鬼呀 小姐姐是不是开挂了 心愿卡都没找到 面具男的心愿是怎么完成的 好好好 这么玩游戏是吧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面具男站了起来 身上的伤口全都不见 就是皮肤有些发红 你的心愿怎么完成的 我拽住他 还有 你到底是谁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说完 一闪身也不见了 子涵告诉我 面具男就是游戏里的大boss 但不知道他叫什么 更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总之 是一个很神秘的诡异 奇怪 这么神秘的大boss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还这么处心积虑地保护我 我们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 而且还不能是小事 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天一亮 我再次被传送到路灯下 这次 只剩下两名玩家 见到我 黎轩似乎并不诧异 他静止走到我面前 伸出手 你好 我叫黎轩 我下意识想伸手 但马上缩了回来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他突然出手抢走了胯包 我挑战了九次 做梦都想不到 他的心爱之物 竟然是这根皮带 攥着皮带 黎轩激动得浑身发抖 哈哈哈哈 老子终于要通关了 谁也不能阻止我了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二位活过第二夜 今夜 你们将面对最后一个挑战 夺走boss的心爱之物 穿过墓园大门 极为通关 又到了挑战人性环节 嘻嘻 特别提醒 一旦有人通关 所有诡异都会被抹杀哦 提示音结束 李轩也从癫狂中恢复 他再次向我伸出手 要和我一起通关吗 随即 黑夜再次降临 周围站满了诡异 子涵 少年 孙奶奶 面具男走到最前面 向我点点头 跟他走吧 腰带在他身上 我已经无法阻止他 子涵跑过来抱住我 谢谢姐姐让我见到妈妈 这里一点都不好 我想去投胎 说不定还能回到妈妈肚子里 少年向我鞠了一躬 还能多活两天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我爸妈 让他们再要一个 孙奶奶更是递过来一盒红烧肉 带回去吃 以后 出去后告诉我儿子 我不怪他 好好过日子 弹幕一阵唏嘘 呜呜呜 杀我别用青青刀 真不想他们死 可他们不死 小姐姐就会被抹杀 要怪就怪这个该死的系统 为什么非要这么绝情 他们真可怜 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一个结果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 让我带话时 李轩忽然大喊起来 你们干什么 别搞得好像就我一个坏人一样 他将身上的背包狠狠砸在地上 你们以为我想挑战这个副本吗 我死了九次 这是 我只是想活下去 有什么错吗 好 你是好人 你不走 我走 李轩速度极快 向大门处冲去 面具难见状 蓝腰抱住我 飞快地追了上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李轩已经走出了大门 完了 对不起 是我速度太慢 话音未落 一道白光亮起 李轩惨叫着倒飞了回来 玩家 这可不是boss的心爱之物哦 再找找吧 嘻嘻 啊呀 我要疯了 李轩拔出刀 指着面具难 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东西 面具难也愣住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 妈的 我把你家搬过来 就不信通不了关 李轩消失后 面具难待在原地 难难道 系统到底要什么东西啊 我真的 哎 你干嘛 这一次 我得手了 一把扯掉了面具 这张脸不好形容 脸型诡异就算了 五官也好像拼凑而成 尤其是右边眉毛 好像不合群一样 跑得老远 最重要的是 我从没见过这张脸 是不是很丑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大肚一摆手 没关系 我什么没见过 却没想到 他下一句近视 都是你害的 啊 你忘了 我这张脸 就是你给画的 我想起来了 那年我才从医学院毕业 找不到工作 就干了入恋师 那天 殡仪馆来了一个坠楼死者 正好师父不在 才学一周的 我只好顶了上去 听人说 他叫宋千 见义勇为 就一个跳楼者 跳楼者被救上来后 不断挣扎 结果把他给推了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 独自面对尸体 而且身材还这么完美 给他脱衣服的时候 就稍微感受了一下 当然 我的手艺不行 为了补偿 我送了他一条皮带 对不起 当时确实刚学 等一下 你的心愿不会是 宋千低下头 嗯 那是我第一次被女人碰 所以 就在这时 黎轩抱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了 看样子 他真把宋千家搬空了 只可惜 依旧没能过关 好 好 不让我过关 那我就把你们杀光 黎轩陷入了癫狂 拔刀向子涵他们冲去 他们哪是黎轩的对手 没几下 全都被砍翻在地 等我跑过去 子涵已经被拦腰斩断 他的灵魂从身体里抽离出来 子涵 我想抱 却发现抱不住他 姐姐 这几天我过得很开心 很开心 姐姐一定要活下去 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 子涵的灵魂越来越淡 声音越来越小 不 你不能死 不能死 这样死了 你连胎都不能投 没办法了 子涵飘到我耳边 再见了 姐姐 再见了 妈妈 子涵 我绝望地跪在地上 看着少年 孙奶奶他们一点点消失 青年 他们是诡异 可以附身在玩家尸体上 对呀 我赶紧拖了具玩家尸体过来 子涵 快进去 子涵见状 立刻钻了进去 手能动 脚能动 但是不能说话 没脑袋 我随便找个玩家脑袋装上去 姐姐 我又活了 这个声音 好难听 擦 没注意 装的是壮汉的脑袋 等一下 附身 玩家 我赶紧跑到正在打斗的两人中间 你们别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宋千想停手 但黎轩已经失去了理智 只剩下杀戮的欲望 黎仙 我知道他心爱的物品在哪 黎轩瞬间停手 在哪 就是我 黎轩咬着牙 放屁 真的 你想想 他为什么爱那条皮带 因为是我送的 现在我在这 肯定爱我呀 黎轩盯着宋千 他说的是真的 宋千扭开头 嗯 黎轩喜出望外 拉着我就走 行 那你跟我走 咱们通关 不 我有办法让大家都活下来 黎轩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在乎他们的死活吗 这可由不得 你想干什么 我从地上捡起一把匕首 架在脖子上 你最好听我的 不然我死给你看 你用这个威胁我 你人在不就行了 我管你是死是活 是吗 你猜 他爱的是活的我 还是死的我 你 黎轩咬牙切齿 行 你狠 要我干什么 把玩家的尸体全都收集到这来 抓紧时间 宋千 你也去 很快 18具尸体全都摆在了我眼前 除了黎轩杀的几个人外 剩下的全都伸手分离 你们找性别一样的钻进去 剩下的交给我 让诡异们全都钻进去后 只剩下宋千还活着 我也得死一次吗 我一边缝合尸体 一边打道 想留下也行 黎轩提着刀 需要我帮忙吗 宋千闪身到一边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黎轩自杀后 灵魂飘到了我身边 钻进了最后一具玩家尸体 睁开眼后 他问我 你这个办法 行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反正已经这样了 工作量太大 一直忙活到凌晨5点才结束 看着陌生的十几个人 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谁 时间不够了 咱们只能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见面 我帮你们化妆成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 整整20个人一起走到门口 跨过门口的瞬间 我听到好几个人同时在喊 姐姐 青岩 声音还没消失 我已经回到了殡仪馆 我不知道 子涵他们是不是活了过来 整整一天 我都心神不宁 直到天黑 一辆车冲进了殡仪馆 保安大叔站在楼下喊 青岩 找你的 出来一看 是个戴着帽子的男人 竟然是黎轩 你很厉害 加入我们工会吧 一见面 黎轩就开始拉人 不了 我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 黎轩笑了笑 放下了两个东西 一个腰带扣 一张照片 要不再想想 看到东西的瞬间 我感觉呼吸都停止了 他们真的出来了 黎轩摇摇头 他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不能回到现实 只能活在游戏中了 我加入 全文完